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搭著火車到小小站旅行 有一件很舒心的地方 就是當車子慢慢往山城移動的時候 會覺得自己好像是 逐漸遠離了城市的喧囂 我很喜歡這種感覺 所以我很喜歡牡丹車站 不過牡丹車站跟很多年前 大概十幾年前我來的時刻 已經長得不太一樣了 十幾年前它還是個無人小站 現在它變得比較繁榮一些些 不過走出來 還是覺得牡丹維持著 滿純樸的樣貌 這個地方要被叫做山中的珍珠 這一次我除了要把珍珠好好的擦亮之外 還要從牡丹延伸到山凋裡 去尋找綠色的寶盒 牡丹雖然不大 可是真的是隨意走逛 隨意都有不經意的美感 有的時候是牆面彩繪 有的時候是山裡的感覺 有的時候是植物綠蔭 不愧是山中珍珠 而這顆山中珍珠 它還有另外一個美稱 叫做山中維也納 為什麼叫山中維也納呢 跟這所小小的小學 有很大的關係 牡丹國小 一進來好像就 章然若接著知道原因了 有一把小提琴 而且花圃旁邊的裝飾 有琴劍 還有音符 好可愛 不同的顏色 我來去找校長 校長一定會告訴我 他們為什麼叫山中維也納 報告 校長好 嗨 Windy 校長 你們牡丹國小 竟然叫做山中維也納 就表示說你們的音樂基礎 或是音樂發展 是非常好的是嗎 沒錯 你看我們舞單就是在山中 然後我們全校都會拉小提琴 全校 當全校拉小提琴的時候 感覺就在音樂的三層裡面 所以我們自以為山中維也納 全校是指全校的老師 還是全校的學生呢 全校的學生 那老師也會嗎 老師他也會有各所長的樂器 真的 所以是本身一定要先有一個 樂器的專長 才可以進來當老師是嗎 其實都可以 其實有很多老師也是來這邊 一起學樂器 我們有鎮光三號樂團 也有鎮光三號學樂團 所以老師們來了可能本來不會 也會在學校的熏陶之下 慢慢地也加入了一個 某一種樂器的行列 等一下就可以聽到 學校在一個音樂的氛圍當中 好棒 因為我已經看到你們有很多 像旁邊有音符的裝飾 然後有一些字畫 就琴棋梳化那種 很優雅 很豐雅的感覺 是充飾在少園各個角落當中的 對 我們很重視藝術教育 也跟Windy說 我們還得了 全國的藝術貢獎 這是我們師生們 一起呈現的結果 好厲害 可是一剛開始是怎麼會想要用這個 提琴來做發展的呢 不瞞妳說 在九年前 有一位代理老師來考我們的 代課老師 但是他實在是不符合 老師的資格 但是他又很有熱心 他說他會拉小提琴 有沒有希望 學校來學小提琴 我們就答應他拉小提琴 從此我們就開始有音樂 小提琴的社團 每個人就開始紀念拉 就全校都開始拉了 這位老師創造了歷史 也做了一個扭轉 我們現在就聘請一個 更專業的老師來指導學生 為什麼這邊有好多人簽名 對了 這是我們一個很別緻的簽名板 你們的簽名板 是用音符來簽名的 對 每一位特別的來賓來 他就可以簽音符 簽名給我們祝福 小朋友經過這裡 就會在這排這音符 也可以唱出一些曲子 所以可能前一個小朋友 排完了之後 後一個小朋友散步走過來 就跟著唱 他們最近也開始創作 牡丹自己的歌了 真的 自己創作 作曲 有老師 一起引導的 但是已經很厲害了 從小學的時候 就開始試著創作 試著把自己的想法 情緒 用音樂表達出來 對 把牡丹這邊有的古道 鐵道 還有以前的礦業 都加在歌詞裡面 太厲害了 好好聽 好像 這全部都是小朋友嗎 沒錯 這就是我們的正觀三號 學樂團 太悠揚了吧 這是我們的指導老師 林唐唐老師 唐唐老師 你好 嗨 小朋友好 小朋友好 來打擾你們一下 你們好棒 好好聽 所以唐唐老師 這些小朋友是 一年級到六年級全部都有 這裡是三到六年級的小朋友 比較大一點的了 所以全校都會拉校長 但還是會有分不同的程度 對 沒錯 沒錯 就是低年級的可能還是要從一些 比較基礎的開始學 小朋友你們都喜歡拉小提琴嗎 拉 那你們覺得辛苦嗎 姐姐也很想跟你們一起拉 我也有學過一點點 真的嗎 拉 拉 拉 然後第一個手指 發 發 第一個手指 發 發 放開咪 然後 一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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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可以拉什麼 我還是去康康 我還是去低年級的好了 加強三 老師鼓勵好 他的硬感還在 他還是去拍 硬感還在 大家已經忘記了 這麼強 其實校長 導演也學過 導演也學過 導演你來 真的 導演沒說 有沒有要來指導導演 小老師 好像很厲害 來 來 來 那第二句可以嗎 忘記了 忘記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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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 等一下 不是 經過我們兩個之後 觀眾現在覺得很痛苦 對 這裡不是山中維也大嗎 怎麼變成山中殺豬場 沒有 我們還是把那個 悠揚的月音帶回來好了 老師 抱歉… 對不起我的提琴老師 不會 不幸福 不幸福 使用 門 照片 很常 沒有 打工 大 澳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牡丹老街還是非常地質樸 這裡有相當相當在地的住家氛圍 但是也加了一點點 不同的藝術氣息在裡面 小店家 小咖啡廳 或者是小小的雜貨鋪 以及小小的展覽室 這都是在逛老街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發掘的樂趣 我現在要去找的這一間 它其實滿醒目的 我已經看到它的彩繪了 感覺很有風味 妳好 歡迎歡迎 嗨 老闆娘妳好 妳好 妳好 老闆娘妳的店很特別 我剛剛走過來的時候 妳店外其實有兩幅很擰針的畫作 一幅是豬肉行 一幅是布店 這個都是妳特別請人家來畫的嗎 我是想說我那邊牆壁有夠大 我想說讓以前是住這邊的 讓他們回來 讓他們回味一下 以前我公公開的布店 生意超好的 然後在那個布行 就是妳公公的布行 對 那那個人就是妳公公 可是 畫得還好 畫得還好 我公公更帥 一定要這樣講 對 好媳婦 一定要這麼說 就是那兩幅是請人家來畫的 可是老闆娘妳自己也很會畫畫 這裡的很多牡丹花都是出自妳的手筆 對 因為 剛開始畫畫的時候是想說退休 真正的看到我們牡丹老街 就覺得說心情很落寞 我們以前牡丹老街 牡丹國小有一千多位的小朋友 非常的熱鬧 現在變成 認真看起來就覺得說很寂靜 後來我就跟里長講說 我們橋下那邊 本來都是銅水 很髒的一片 我想說就跟里長講說 我們來美畫一下好不好 里長說好啊 那妳就請人家來美畫一下 我因為那麼大片 又是 剛開始有點怕怕 不敢做畫 怕畫畫 對 所以畫了那個畫作之後 就也接著打造了這間店 希望有更多的油籽 可以回鄉嗎 那時候心裡很忐忑 因為什麼都不懂 都在上班 什麼都不懂 要怎麼開店 開幕之前的一兩個月 自己還不曉得說 要怎麼去整理 要怎麼去擺設這樣子 後來真的有一些貴人 進來幫我 幫我整理一下 幫我提供意見 其中一個那個 陳雨水校長 我很感恩他 他就說 妳在猶豫什麼 妳那個 山藥蜂蜜哪些 那麼好的東西 又那麼天然的東西 為什麼不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個是本來妳私底下 招待朋友的 對 這是用我們那個 雙溪原生種的山藥 那個價位那麼高 這樣能接受嗎 就姑且試一試 結果真的打出這個 雙溪特產的產品 所以山藥奶昔 就變成來這裡的必點了 因為是妳的私房料理 而且也變成是這裡的 限定料理 對 因為它像去年 我訂了1000斤 可是它只有給我500斤而已 所以今年可能 產量有限 趕快給我來一杯 所以妳是用蜂蜜來拉花 然後畫出來是一朵牡丹嗎 單磅的牡丹花 單磅的牡丹 別人的咖啡是用奶泡拉花 妳是用奶昔跟蜂蜜來拉花 好美 是蜂蜜做的拉花 而且它有時候 這樣看是牡丹 然後換個角度也有點像 蝴蝶展翅 好漂亮 妳先喝 喝到一半的時候再攪拌 因為蜂蜜跟連液蛋白會沉底 妳喝到一半再攪拌 妳也可以到我們裡面那邊 還不錯 每個窗景都很漂亮 真的 可以去欣賞一下 也有特別的位置 配上特別的特調飲品 應該心境也會不同 好 我去找一個位置 非常非常地綿密 因為山藥本身它就是有一種黏稠度 再加上它打成奶昔之後又加了蜂蜜 所以它裡面那個綿密感 比一般口味的奶昔會綿密很多 除此之外 雙溪的山藥會有一種清香感 就那種清香感會有田園氣息 因為蜂蜜本身是讓人喝了之後 會覺得很溫暖 甜滋滋的感受 所以那種清爽感加上蜂蜜 我覺得滿絕配的 另外這裡也有很多人氣口味的 吐司厚片 我面前這一道視覺上就很厲害 蔥爆吐司厚片 它上面的蔥真的是滿滿滿的 而且切得非常地大片 不是切細細碎碎那種小蔥花灑上去 而是非常地厚實 它麵片上面鋪的那層起司之外 還有一個很特殊的醬料 有一點點像新加坡 那邊會沾麵包吃的那種醬料 也有一點點像我們吃蟹黃 就是那種蟹黃拌飯裡面蟹黃的感覺 帶一點鹹口感 然後跟起司合在一起的話 就會覺得香氣感十足 是會爆發的 難怪叫做蔥爆 那個蔥爆不只是蔥本身的香氣很夠 也包含起司還有醬料 它爆發開來的口感 非常非常地吸引人 可是老闆娘說 這個醬料的調味方式 算是商業機密 大家可以自己來猜猜看 走在牡丹小鎮 走在牡丹小鎮 常常都可以這樣子聽到火車的聲音 我覺得其實也是一種旅行的幸福 而這個鐵道旅行 它是牡丹的特色 除此之外 牡丹還有另外一個鐵 也可以好好的來體驗一下 那就是鐵馬 騎自行車在這裡有一個景點 是我非常嚮往的 兩位老師已經在這邊等我了 嗨 哈囉 老師好 妳好 美娟老師好 美娟老師好 妳好 我覺得你們站在榕樹下 然後聽到火車聲音這樣子 轟隆…過去 很懷舊 很復古的感覺 對不對 是嗎 超美的 而且我知道兩位老師 今天要帶我去的行程 其實是相當受歡迎的行程 我的鐵馬之旅是要造訪 友善的生態隧道 在很多年前我來牡丹的時候 它還沒有完整地被建置起來 也它是比較 算是新興的亮點 是 這個是我們現在東北角最新 最熱門的一個觀光亮點 它的全名叫做 三雕嶺生態友善隧道 這一條原本是台鐵宜蘭縣 舊的隧道改變而成的 當初日治的時代 然後它為了運美的需求 而去開造出來的 到去年已經是100年了 剛好它100歲了 對 所以非常有歷史 剛好我們也可以公逢其盛 那這些人身鼎沸下車的人 都是為了它而來的嗎 是 對 我們趕快租一個車吧 會不會等一下自行車不夠租 對 我們趕快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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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這邊租車其實也很方便 很方便 有租租就可以了 對 而且就在牡丹車站外面 換一带 randomly線 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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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老師 這個英文版有點隱藏 The Dark Light 對 非常地低調奢華 對 這個感覺就很可愛當中 又非常地有美學設計 然後中文是 時空暗線 對 它其實這個媒材 不只是一個裝飾而已 整個我們看到路面的鋪設 也是用這樣子的鋼筋素材 是有什麼特殊的理由嗎 有 在設計師它的理念 它是希望我們把我們的視覺 釋放在大自然上面 所以它整個隧道 我們3192長度的隧道 都是用鋼筋鋪面做成的 除了可以 去協調 因為它是高價的 對 可以讓下面的植物能夠 自然地生長出來 另外 對 我們可以看到下面 確實 沒有因為我們人要走 然後就犧牲掉植物的生存權利 對 另外因為我們牡丹還有三貂嶺這一邊 是雨不停國 一年是下雨大概200多天 非常多 它也是有考慮到工程 必須要持續非常久的時間 你這個有空洞 就可以讓水流下去 除此之外 它這個鋼筋都有做過 鏽石的處理 對 它先讓它自然地生鏽 生鏽完之後 再塗透明期去防水 所以我們就是去摸的話 都不用擔心 它是沒有生鏽的 它沒有鏽的顏色的 真的耶 所以穿白衣服 白褲子 是不用擔心的 好細緻 對 它就想說心 如何心 心跟與舊之間如何 不違和地呈現出來 所以它就用這個方法 Wendy 有 妳看一下 左邊這個 香蕉葉 再換皮 怎麼這麼大 越大 越大 這個也是換工的衛生紙 怎麼說換工上廁所的時候 拿他們來擦皮皮嗎 聰明 早期礦工 他要下礦坑的時候 他帶了便當 便當之後 他還會帶兩片葉子 為什麼是兩片呢 一片小號 一片大號 一片是 因為礦坑不可能在 他們一定有民生問題 需要解決 對 這個民生問題 不可能 如果一個礦工 如果有500個礦坑下礦坑的話 如果每個人都在裡面 解決衛生問題的話 那裡面不是一個 諾大的法糞池嗎 我知道了 所以兩片葉子 一片擦皮皮 一片包扁扁 對 聰明 聰明 Let's go 怎麼這麼可愛 真的 老師 它鋼筋的設計 旁邊還有座椅區 這樣的 要休憩很方便 對 然後剛剛有提到說 不要笑邊坡 對 所以我們可以保留所有旁邊的 這些植物跟樹 所以我們叫做生態友善隧道 那也因為這邊有一個高度在 所以設計師他特意地把這個椅子 也坐上 讓大家休憩 而且這樣子生物也多了一個 可以活動的空間 對 要進隧道了 好厲害 好厲害 好涼 好涼 很舒服 而且這個燈光真的是比較偏暗一些 對 真的是 時空暗片 暗到 Wendy 給妳看一個很特別的地景 這邊特別亮是不是 好美 給妳看 閃閃發亮 這是中乳時區 而且它 它的結晶好明顯 老師 對 這邊等於一整片 對 這個是整個滴水 然後跟岩石裡面的一些礦物質 結合起來的 所以主要是碳酸蓋的結晶體 碳酸蓋的結晶體 對 妳看看這個 像不像我們羅馬家綺的 那個真理之孔 有 要把它手伸進去 伸進去 可以嗎 可以摸一下那個水 然後台灣 得到一些 妳有沒有說謊 沒有 問妳是台灣最美的女孩嗎 這應該要問魔鏡 但她沒有咬下 所以是事實 真的要問魔鏡 因為它含鐵量比較高 所以它呈現出來的顏色 就是橘子色 很漂亮 很漂亮 我覺得來到這邊 不但這樣子 老師剛剛叫我手伸進去 有一點就是體感 對 除此之外 我的手伸伸了之外 上面一種滴水滴下來 就是好像有點浪漫的感覺 還有 小小的細雨飄著 對 還要打開妳的耳朵 可以聽聽這個流水聲 而且其實 騎在隧道裡面 除了風涼涼的之外 像滴水這件事情 有些人會覺得說 怎麼這樣一直滴水 好像沒有整修好 這個其實也是設計師 刻意保存的 巧思 對 因為以前的工法會覺得說 隧道只要有滴水 就是危險 以前就會趕快把 用水泥去把它鋪起來 然後補強它的結構 但是設計師他的理念 他會覺得說 滴水其實是把你的水壓減掉 反而是讓這個結構更安全 那如果它當初只是 簡單地用水泥補一補 那它就會變成 我們看不到這麼美的棕辱石 所以它是用科技代替補牆的方式 對 因為以前我們很多都是 加法工程 現在我們慢慢把它變成 減法工程 對 就是還給大自然 還給人貌 還給歷史 還給環境 對 對 我看到了 老師 我有看到 對 妳現在在睡一間 有…我看到了 所以晚上才可以出去覓食 老師 我們好像要出隧道了 對 前面是一個很漂亮的小森林 小森林 它會有濕外桃源的感覺 有 今天天氣又非常地好 柳暗花明又一村 真的 到了最後一個隧道口 就一定要下來用籤的 對 我們現在籤的這一段 是叫做 其實這是有一個歷史的錯誤 原本的原名是 但是 不小心沒有寫清楚 多點了一個點 所以就變三瓜子隧道 這個總長才115公尺而已 我們在最前面的地方 就會看到一個非常非常美的 網紅景點 這個在網路上聲量很高 大家都會想要來這邊 拍一張美照打卡 對 這個也是設計師的一個巧思 然後它刻意做出一個 鏡面水池的感覺 但是它雖然是刻意做出的 它的水也是很天然 就是原本環境裡面 給予的水源 對 就是這個山壁 留下來的地下 還有從下面湧出來的地下水 這個水也有一個很大的用意 就是可以讓這邊的生態 可以復甦 因為這個洞口之前是封住的 對 打開之後 引進外面的燈光進來 那我們魚 蝦 這些都是需要一些 陽光空氣水 是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兩側 就是會有一個小水溝 然後裡面就會有一些魚蝦 蠶除 真的 對 蝌蚪 然後連蕨類植物都長出來了 到了鏡面水池 拍完了美照之後 其實這個遊程是沒有結束的 有些人可能會選擇回頭 騎回牡丹站那邊 但是其實我覺得一個更棒的選擇 是往三峭嶺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抵達三峭嶺 對不對 老師 對 我覺得直接把三峭嶺這個小鎮 好好的深入探索一下 也是遊程的另外一種選擇 可是老師是不是很多人來到這邊 會覺得好像不知道該怎麼 過去到對面 因為沒有橋對不對 對 我們這邊往前走一點點 我們就可以 就是三峭嶺的出口了 我們這邊要往回走到金字橋 可以緩腳踏車 然後緩緩腳踏車 再往聚落的方向 再走100公尺 又到了三峭嶺的秘境 剛好火車是不是 它在壓車了 對 這個就是宜蘭縣 它也在過彎壓車了 對 好可愛 有沒有 火車也會壓車的這樣 我們三峭嶺 生態友山水道以前呢 你也要壓車 好可愛 那會很建議遊客能夠出來之後 回到三峭嶺的聚落 然後再繞一圈 玩完聚落 然後再往三峭嶺火車上 再往回台北 其實整個距離也不過就兩公里 對 非常地近 很近的 不用擔心 去吃個東西 好 我正打算這麼做 而且 而且大家不要太依賴Google Map Google Map 沒有路不代表沒有路 是 路是人找出來的 來到三峭嶺 已經是山城 可是我們還是要往山裡面走去 因為那是精髓 所以我要來找岩老師 帶我一起到三峭嶺的山裡面 去散散步 老師 其實我們現在要走的 這條步道 算是來到三峭嶺 很經典的一個路線 是的 非常經典的一條路線 而且假日的時候 遊客非常地多 這一條登山步道 非常地平易近人 它除了可以看到湖穴之外 還有山城的瀑布 而且那瀑布落差都非常地高 看起來有一點震撼 我其實有在可能五 六年前來造訪過 但是我相信經過了五 六年 一定有很多我不認識的地方了 所以我心情上面也是滿雀躍跟期待的 OK 今天就跟著我走吧 好 有一種造訪老朋友的感覺 好 走 我覺得三峭嶺這個地方叫做綠光寶河 真的是名副其實 到處都是綠 坐火車來的時候一下車也覺得 好綠 然後如果是從社區那邊 沿著鐵櫃走側過來 也覺得 周圍都是綠嶺盎然好綠 像我們現在想要走三峭嶺步道 一走上來這樣放眼望去 我們已經是被埋沒在整個綠森林裡 也覺得好綠 這真的是綠光寶河 我們在綠光寶河盒子裡面 沒錯 我們待會兒走這條步道 你會發現說 我們就在一片綠色裡面 台橫上街綠草色入連青 大概這個階梯大概300階左右 那如果一口氣爬不完 沒關係 我們可以在中途 稍微看一下植物 慢慢地走上去就可以了 對 而且真的就是 池街上面都有那個 青苔綠綠的包裹著 是 雖然是要小心滑 可是視覺上面很舒服 轉換過來叫做哈峰花 哈峰花 哈峰花 台語叫做默拼蟑蟑 怎麼 老師 怎麼中文跟台語 國語跟台語都 差那麼多 而且怎麼都這麼難 台語再一次 默拼蟑蟑蟑蟑 貼在牆壁上的蟑螂 對 頭頂上這裡都是油桐花 那 油桐花就是 我們常常去看的五月雪 是 大家都很熟悉 在很多客家莊裡面也有 可是一般我們都是看到 它落下來滿地的油桐花 當它還沒有落下的時候 如果老師不說 我還不知道 山蕉嶺步道裡面 也有油桐花 它有另外一個名字叫千年銅 也有人叫它 顧名思義它是從台灣之外 被引進的 當年被引進的目的 做一些簡單的家具 因為它的木頭 它質地比較鬆散一點 比較容易加工 可是後來到 日本人到台灣來的時候 它被大量地引進 在台灣大量地被摘中 那摘中的目的就是 它是一個戰略物資 可以用在什麼地方 軍艦 大炮 車輛 外表上面的塗裝 它是屬於油氣的一部分 它會分泌一些甜的物質 那些甜的物質 有時候螞蟻很愛吃 如果有別的昆蟲要來 危害這棵樹 螞蟻就會負責把它趕跑 螞蟻有這麼大的能耐 是的 它有這麼大 因為它也想繼續吃 它愛吃的東西 所以說如果有別的昆蟲 要危害這棵樹的時候 螞蟻就馬上 螞蟻餵冰說不可以過來 所以說人家就講說 油桐會給一點好處 給螞蟻就要向我雇用了你 當我的職員 當我的保鏢 如果說有人來欺負的話 你要幫我儲氣 螞蟻是他們家為事的就對了 對 這個構造叫做花外蜜餡 一朵花不是只有花 才能產生花蜜 它在一些別的地方 產生了甜的物質 所以叫做花外蜜餡 所以油桐花 就透過這樣子的機制 等於來保護自己 讓自己更壯大 但也因為這樣就變成說 現在油桐花的數量 或者是說它對其他植物生態的 影響會是比較大一點 再加上它又是外來種 可能目前是有一點點 數量過多的狀態了 是有一點 難不畏己 天誅滴滅 是這樣說沒錯 植物也是 對 好 對 對 現在也是 對 好 擔心 呢 嗯 好 嗯 嗯 嗯 水流 聽到磅礡的水聲就知道 瀑布盡在咫尺 我們今天三個瀑布 就以這個水量最大 這個瀑布的水量最大 它叫河谷瀑布 河谷合兩條溪流的水 會集在一起 瀑高大概40公尺 它有上下層次分 其實它不只是水流 滿大的 很壯觀 也因為上下層的關係 讓它更有層次 所以欣賞或是拍照的時候 它是一個非常上向的瀑布 是的 來 摩天瀑布到了 老師 是 這個摩天瀑布是山座瀑布裡面 高度最高的 它到了41公尺 這裡也是觀察地質 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這個瀑布 其實跟剛剛前面河谷瀑布 就是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這個就是有點像 瀑布之水添上來 神仙之水添上來的感覺 然後老師說可以觀察到它一些 土質 地質的變化 地質的一個特性 是指哪一個部分 是指它山凹進去的這個部分嗎 對 這個也是一個特色 那我們去走走看 好的 走進來又是一種不一樣的感覺 是的 這邊 就很好的一個 沉積岩的教材在這邊 對 這邊就是比較軟的土質 對 對不對 它是葉岩 裡面的是葉岩 裡面的是葉岩 那它所衝擊 不管是青石還是風化之後 出來的就是我們現在地下場的東西 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就是說死前人類 他們要做一些桃木的話 原料來自於哪裡 就是用這裡 就是葉岩 對 就是葉岩 那上面這個比較硬的 比較硬的就是砂岩 所以說青石的話 一定是從軟的地方先下手 所以這裡才有一個 這樣子的凹洞的現象 也滿變成是 好像人工開澡的一個道路 是的 對 都不知道要經過多久的時間 才可以慢慢這樣 嘟嘟嘟嘟嘟 可能人的一生是看不到的 對 人的一生看不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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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沒有一個生日 他可能是沒ほ弄十瓦 他成功放 ERIC 判斷以前的河流 它曾經流過哪裡 像你腳踩的這個地方 這個都是河流 曾經流過的地方 它不是人工去 不是 找著踩點 不是 等於第三層瀑布這個地方 也是一個觀察 狐穴就是在 是一個 非常好的地質教室 在三郊嶺這個地方 其實狐穴也算是一個 代表性的地形 所以我們來到第三層瀑布 真的就可以看到好多個 是 狐穴也有它的生命 它有小時候 也有中年 也有壯年 也有老年 是指形成的年限不同 對 形成的年限跟 形成的方式不一樣 我們先來看 我猜猜看 老師 這個是比較年輕的嗎 這個就是所謂的單一狐穴 單一狐穴 對 我們所謂的 單一旗 就是單一旗 就是最早最早發生的狐穴 一般都是這個樣子 一個一個是獨立的 然後到後來 兩個有一點快要連接起來了 這個 連接起來就叫連結期 連結期 對 然後連結之後 連結到最後又變成是一個凹槽 類似這個樣子 一個凹 一個狐穴 兩個狐穴 三個狐穴 這個狐穴已經都被貫通了 就變成是一個凹槽 凹槽就是水流過的地方 然後水流過的地方 它可能會有一些獨立的東西出來 譬如就像 這個有一個獨立一塊 獨立一塊 這個也是狐穴 這個叫島嶼 狐穴的島嶼 那島嶼之後 到最後漸漸都消失掉 這個人消失了 這個也消失了 所有的狐穴地形通通消失了 就變成是一個平平的河道 然後平平的河道之後 再重新再來過 重新再來過又變成這樣 單一旗 連結旗 凹槽旗 島嶼旗 河道旗 沒有錯 一剛開始的時候 真的很像人的一生 所以出生的時候自己一個 到後來 你要成家立業 結婚生子 就連結了 兩個連結在一起 這個比較清楚一點 兩個連結完之後 好幾個連結 就好像大家變成了一家人 然後變成一家人 就有如我們人的生命中期 是有點像的 其實這第三個瀑布 也是一樣的成因對不對 就是有凹進去 它跟摩天瀑布 也有點像孫生兄弟 只是它稍微矮了一點 它大概只有31公尺 不過它的凹槽凹得更進去了 它後面凹的地方更進去了 所以我在想 不久的將來 這個瀑布會往後退 因為上面那個岩石 已經撐不住了 也撐不住了 對 對 可是我們應該看不到 那個分塔的去 有生之年也看不到 沒錯 三角林小鎮這個地方真的很有味道 除了自然風情之外 其實這裡有很多老房子 乍看之下有點像廢墟 事實上裡面都藏有一些小秘密 挺有風味的 如果我們說 三角林自己本身是一個綠光寶盒 那麼這一間一間 看似老錯 看似廢墟的屋舍裡面 應該也像寶盒一樣 有待回去開啟 外面寫說娜姐在這裡 那妳就是娜姐了 對 妳好 妳好 一走金大姐妳的店裡面 就覺得聞到好多種不同的香氣 然後從上面下來的香氣 從旁邊的植物鋪過來的香氣 很多種不同的香味融合在一起 對 我們這裡其實就是荒野無憂 肉桂花園 有著許多的香草植物 而且我們應用香草植物 來做甜點 所以我聞到的這些香氣 也有可能放在甜點裡面 也會聞得到 是的 而且我們這裡還有一個 很重要的特色 妳有沒有看到 所有的這些布置 裝飾 物品 幾乎除了食材以外 全部90%都是我們回收來的 難怪這邊有一些 我們讓它再利用 再製 有舊窗戶 所以這個都是布板 上面的螺絲 這些都是回收材 對 對 像這個都是回收回來的 對 它賣完了 因為這一個 然後包括你看到的這些 板子 材料 這些我們都是去工地 還有有一些地方是廢棄的 我們就把它拿回來 再利用 再應用 但我覺得這樣很厲害 因為通常回收材 你要把它聚集在一起 再利用或者是再布置的時候 美學感要非常地強 如果美學感沒有很強的話 有時候就會覺得凌亂 可是因為這裡不但就是回收材 它在美學上面被運用得很好 然後我也覺得應該是增加了 很多植物的關係 所以讓整個空間都覺得很融合 也很柔和 蔡娜姐這裡真的很棒 不但可以認識香草 認識植物 然後也可以聞到那樣子的香氣 同時還可以吃香草 品嘗香草 可是我們一般吃的時候 都是拿來泡茶 泡飲品 或者是說在烘焙上面做一些點綴 直接吃香草是 要不要來玩玩看 好 這是一堂我們精心設計的 一個迷你的香料課 是要讓更多人知道就是說 我們原生的香料 它的香氣 來 我們現在 現場這裡有四種特別的香草 好 我們來吃吃看 第一個就是 我們稱它叫檸檬馬鞭草 你是不是有聞到那個香氣了 我有聞到 這是不是很多那個 防溫液都會加比較好 我跟你講它其實在 以前它是解憂的聖草 真的 它在宗教儀式上 它就是讓人家紓壓 解憂的聖草子儀 所以聞得很舒服對不對 對 好 那你摘一片起來 我們放在烤盤上 所以我們剛剛 經由250度的高溫烤餅乾同時 也烤這個盤子 盤子 然後藉由這個盤子的熱度 煎烤一下 等於我在用盤子烘烤 對 煎烤一下 烘烤檸檬馬鞭草 對 完全不一樣了 它沒有剛剛那麼檸檬了 變得比較溫和一些 而且比較有一種熟成的感覺 對 OK 好 那你現在呢 剛剛那個感覺一聞是萊姆 現在就是比較香水檸檬的感覺 淡一點 也不錯 妳的味覺很好 淡淡的檸檬餅乾 有檸檬馬鞭草味對不對 接著就是 迷迭香 迷迭香 對 有一種來到南霸的感覺 迷迭香它烤過 然後配著餅乾這樣吃 嚼到後面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比較 辛香的味道出來 對 因為它的精油整個 衝出來 對 薄荷 對 這是一個完美的結尾 來 薄荷烤過之後這樣吃 跟原本印象中的薄荷也不一樣 不一樣 慢慢嚼 慢慢嚼 會嚼住很多人生滋味的感受 它的薄荷本來應該是很清爽 很清新的 可是它烘烤過之後 有一種老茶的感覺 比較含蓄一點 比較含蓄 然後比較 沒有那麼嗆 厚度也變得比較厚 比較渾厚一些 對 就是好像老茶 老茶要慢品的那種感覺會出來 透過一點點烤盤的溫度 就可以讓我們完全地感受到 所以這是一個 充滿了驚喜的體驗課程 中文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